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nry 你好 好 看到市房跌幅是216點 跌幅至近百分之一 最近23,030點 看看這個市房當中 家庭觀眾有些甚麼問 第一位接通的有黃小姐 你好 兩位支持好 謝謝Henry 想幫我看看460 5.1是有貨的 我見今天應該挺不錯 挺好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我是否應該用短線的炒作會好些 還是否應該去哪個位置 我要紀念 謝謝你 家庭觀眾 那天有貨 其實挺厲害 底位都摸到 反彈 4604還醫藥 現在做到5.4 升幅超過百分之三 家庭觀眾一籌處 應該看到有少少賺 說先走了 還是可以繼續向上網 Henry 黃小姐可以貪心少少 那麼多 5.6左右 為什麼這樣看呢 一直在傳訊息 醫藥電商的改革 會出台 所以四環可能會繼續有反彈 但要看著一件事 黃小姐 現在暴入了 十二月下旬 就快到 下半個月來講 我所認識的基金經理都開始放假 我怕市況都開始波動 那些基金都開始放貨 看近一點 現在一段 我初步看5.6的位置 趁著前陣子 就是醫藥股 不是那麼當炒 沽了下來 純粹是資金流 現在的資金又回上去 看上去5.6 先 擺放止蝕價 你5.1買 你就看你自己本身的 買入價值 如果跌回那個位 你就會止蝕 可以嗎 黃小姐 可以嗎 可以嗎 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Herry 想再跟進多一點 剛剛你講完四環醫藥方面股價走勢 但其實整個版塊 剛才提到 醫藥方面 電商新規例 有望在完蛋後出台 在處方藥網上銷售 將會開放 其實這個消息 對整個版塊來說 都可能會有不同的藥 其實對整個版塊來說 受惠性可以有多高 或者有什麼理談消息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醫藥電商的改革 以往在網上只可以賣成藥 大家想到好像在屈臣市裡 買到Panador那種藥 這個改革可以改到 醫生的處方藥 都可以在網上賣 但我也猜到一些比較普通的藥 例如發燒、感冒 這些比較輕便的處方藥 先放在網上賣 例如癌症 甚至是肝病 這些比較專科的藥 開頭應該沒那麼快可以在電商裡買 所以對於不同的醫藥股來說 其實我覺得比較直接受惠 應該是241 始終阿里健康真的在玩 所謂建構醫療健康網站 如果醫療電商方面 即是說網站 電子商貿這方面 可以銷售的藥品渠道比較多些 它是直接受惠的 但其餘的藥廠上面 大家要留意 以往比較股值高些 做一些比較專門些 所謂的大病藥 其實是沒有那麼直接受惠 所以如果你問我受惠的程度上 老實說 藥廠不會太多 因為其實只是分銷渠道多了的走勢 所以就未必說 直接對於它的銷售 突然間會飆多10% 或者20%去的 其實就有少少是 多一個銷售渠道 開多幾宗藥房去看 所以就對於 為什麼剛才說 460都是其中一個獸位 它本身都有做一些心腦血管藥 那些血壓藥都是一些比較普通的藥 我猜中 它會放進醫療電商 頭一輪的改革 市場也在炒這個東西 所以整個板塊上面來說 我相信這個政策上面來說 以往大家看得比較專門一些 或者譬如錄業 或者是中國新聞製藥 未必是受惠得那麼多 反而460這類別的股份 可能會受惠得更加大些 不過看回阿里健康編道241的這隻股份 雖然現時升級1% 現價是5.48% 但看過去近月的股價表現 都幾發的 波動這麼大 如果真的有興趣去留意一隻股份 又可以怎樣部署 Harry 其實是小注博的 因為所謂阿里巴巴旗下的股份 每個都是這樣的走勢 6.2跌到5元 很等閒事的走勢 所以現在 其實在低位上面都反彈了不少 如果你說博一個政策 或者看好它接下來的發展 可以在現階段看一看 可不可以5.4小注市 市上去6元 但這隻股份來說 你見過往的走勢是這樣的 3.8到6.2 所以在駐馬上要小心一點 好 想要跟大家這時候都跟進一下 整個藥業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看見了就是個別發展 國藥方面要跌超過2% 最貨27.1 上海醫藥16.98 跌2千 石腳集團6.77 跌1.3 中生醫藥現在升6千 最貨7.3 至於四環醫藥剛剛都說到 升超過3% 復興醫藥跌5毫 最新報27.3毫半 50康折藥業方面 13.02先跌8千 威高升1千 最貨6.28 神威藥業方面跌接近3% 做12.7 至於聯邦制藥 這刻跌1% 做4.9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你 Harry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種持有 沒有 謝謝 請大家跟進多次 恆指現在這刻跌224點 做23,026點 跌幅接近1% 我們先休息一會